第3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11月23号晚在福建厦门揭晓 电影《第九天长》斩获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和最佳编剧三项大奖 成为最大赢家 当天路到厦门群星璀璨盛宽空前 颁奖仪式开始前 数百位老中青三代明星迎着首个金鸡雕塑陆续踏上红地毯 引来影迷粉丝尖叫不断 上演了一场中国电影的何家欢 为期一个半小时的红毯秀让粉丝意犹未尽 随后颁奖典礼缓缓拉开序幕 本届经济奖共评选19个奖项 收到报名影片277部 最终提名的不乏近年来叫好又叫做的影片 竞争非常激烈 在最佳男主角评选中 王景春凭借在《第九天长》中的表演 从杨太义、段义红、徐征、图门和傅大龙五位提名中脱颖而出 同样参演《第九天长》的永梅 斩获最佳女主角 在线两人双双斩获德国英雄最佳男女主角情形 此外阿美、王小帅以《第九天长》获最佳编剧 刚刚好就是让编剧阿美还有那个我们的演员所有的付出得到那么好的回报 刚刚好一切都是正好 我成为一个电影人了 其实这个奖其实就是给了我一个成为电影人的一个合格证 同永梅的感性比起来 王景春既兴奋又骄傲 在后台接受记者采访 一时激动 还与话筒来了个零距离接触 金鸡奖在我们电影演员的心中那是最高最高的奖 没想到20年的从影生压 头一次站到这个金鸡奖的舞台上 我就拿到这个奖 我也觉得我非常非常的幸福 也非常非常的骄傲 最佳导演由指导鸿海行动的林超贤收入囊中 见惯大风浪的他自言 在宣布结果前非常紧张 跟我一起拍戏的人 其实都是非常勇敢的一些人 因为其实所有人都叫我魔鬼 确实他们跟我一起工作 台前幕后都是非常难受的 但是每一次他们付出的 我一定会好好回报他们 呼声颇高的文木也 凭借我不是药神 或颁最佳导演处女作 科幻类型片《流浪地球》 取得最佳故事片奖 为当天的颁奖典礼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